只剩最后一堂了 有一点感 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段 温热性药食 则与寒凉性药食不同 它是通过其药性 从因改善热能不足增强体力 虽不求治病之功 却可受因变果转之效 以达到保命增兽 及间接治病的保健目的 所以它不仅适用于所有体制 还可长期服用 既然如此 温热性药食 为何不像寒凉性吸药 具有治病功效 举僵为例 当发烧烟痛 咳嗽痰多 服温热姜汤而痊愈 一般人就会认为 姜具有退烧消炎 止咳化痰的功效 当痛经 腹泻 便秘 用温热姜汤灌肠而痊愈 则又认为 姜具有活血止痛 止泻通便的功效 如此延伸 好像姜具有各种治病功效 但这并非事实 就如同汽车没有 一切功能失效 加油后又恢复正常运作 此时能说汽油具有导航 音响空调的功能吗 如果有 只需买桶汽油 不就可以知方位 听音乐 吹冷气了吗 显然 汽油不具任何特定的功能 它只是一种能源 提供汽车运转所需的能量 使汽车各种设备 在此能量驱动下 恢复正常运转 才展现出种种功能 同理 姜也不具任何治病功效 它只是一种热源 可被身体吸收 转化为热能 使身体组织器官 在此热能推动下 恢复正常运作 才达到治病功效 但如果忽略此身体 热能作用 即组织器官运作 当病好了 就会误以为 温热性药食 具有治病功效 对治病功效的迷思 极由此而起 好 这一段一路念下来 看得懂得举手我看一下 太好了 这一段是在医疗与保健 所以姜有没有具有治病功效 太好了 表示你们真的懂 那接下来因为 我觉得文字方面 我都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所以你们好好听啊 有些我都不再解释了 好 我们接下去 其实药食只是一种源 不论是以温热性药食之药性 或以含良性吸药之成分治疗 最终都必须透过身体热能作用 及组织器官运作的因 才能解除疾病症状的骨 倘若不谈身体的运作 而宣称药食可以清热 沥水 安神等 或产生抗体 抗凝血等 或补甲状腺素 荷尔蒙等 或致高血压 糖尿病 心脏病 肿瘤等 这就像汽油的原 不经汽车空调系统运作的因 就可产生冷气的果一样 明显犯了汽阴谈原 而说原质果的过失 温热性药食 又为何不像含良性吸药 通过其成分来解除症状 要理解不难 比如用红豆袋加热外敷 可改善各种症状 如果是其成分有效 为何吃红豆却不见效 外敷时又何须先加热 再如经晒干炒过的干姜片 与鲜姜片的成分相同 为何疗效却不相同 冷服姜汤其成分不变 为何疗效不张 故加热过的红豆袋 跟姜一样都只是一种热源 也正是这种热源 才能改善热能不足 增强体力 以达到间接治病的目的 综上所述 可见温热性药食 能使症状痊愈的 是其药性而非其成分 此理记名 则用药疗急或饮食养生 若要从阴下手 以达到改善体力的保健功效 只需善用药食之药性 从保养热能着手 而不必在意其成分 选方配武即可大为简化 反之 若从果着手 为求解除症状的医疗功效 就要强调成分 以对质不断变化的病情 所以 选方配武或药物研发 就变得极为复杂 暗 此中所谓用温热性药食 不必在意成分 是指不必追求 所谓个别的有效成分 而不是否定药性 与成分的关系 药性虽不及时成分 但也离不开成分 它是所有成分 整体和合的作用 所以 若从药食中抽提单一的 有效成分 即失其整体的作用 就像树叶的光合作用 要靠液氯素 但单独抽离出来的液氯素 就失去这个功能了 人体的热能 主要来自于食物 而食物药性 有温热与寒凉的不同 如果将食物比喻为燃料 则温热药性 犹如助燃剂 可减少食物消化过程中 热能的消耗 含粮药性 犹如阻燃剂 会增加食物消化过程中 热能的消耗 令虚弱者不堪承受 故欲趋利避害 需善变药食之含热药性 其辨别规律 经多年观察重症重病患者 饮食用药反应 总结如下 以味变 甜酸属寒 甘、咸、淡属凉 心属温 辣属热 苦则不定 但多属寒凉 以类分 水、油及海产属凉 茶、水果属寒或凉 酒类皆属寒 因酒精性寒 好 这一段稍微讲一下 这一段非常重要 既然我们说的药性对我们的热能 会影响这么大 那你就要知道 你到底吃的东西 是温的还是凉的 或是热的还是寒的 要不要知道 一定要知道 那什么 用什么方法 能最快让你们了解 如果你照中医那就复杂了 复杂 为什么会复杂 因为它每一药味都要背 比如说无胃子 胃酸色 性温假色 那你就要背 那肝 人生肝为苦 性温 那你要知道它温 还背了一大堆 有没有 什么味道 那每一位这样背 背到老都背不完 然后背到老也忘光光了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怎么样 用味道你马上吃 大概就知道 这个东西是寒的还是热的 就可以分出来 所以这个也是我多年观察 重病患者的经验 然后慢慢才把它归纳出来 这一点会让各位很好变 那就不用背了那么多 你只要吃到味道 你就可以变出来 好 那第一个就是 甜酸属寒 所以为什么重病的人 不能吃甜的 甜太寒了 那酸也是寒 那酸的东西我们常常说 听到酸梅就会流口水 有没有 就是因为它寒 所以才会流口水 是 柠檬酸不酸 所以它是寒的还是热的 对 也是这样来 那醋呢 酸 所以它是什么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酵素说 什么柠檬醋有没有 苹果醋什么乌莓醋有没有 其实都是寒的 所以不要吃醋啊 吃醋伤生的 是这样来的 所以你从味道你就可以变出来 那干咸淡属凉 什么叫干味呢 像中药就很多干了 干草有没有 黄芪这些都是干的 那还有枸杞子 枸杞 枸杞子还有 红枣大枣 那都是干干甜甜的 好 那这个都是凉的 所以我们以前都会像 泡黄芪啊 红枣啊 枸杞子 原来这些都是怎么样 凉的呢 那个没有温补的作用喔 所以网路在传 可以温补身体完全没有 这个要注意一下 那还有什么淡 淡的也很多 蔬菜很多都是淡类 有没有 所以大部分蔬菜也是凉 还有水果像 巴勒有没有比较淡 还有酪梨有没有 那个都是淡淡 淡的都是属凉 那心属温 心 中药就很多了 像桂枝 麻黄 金戒 防风 细心 白子 一大堆 那我们葱跟蒜就有这种腥味 所以这些心属温 辣 那就不用讲了 辣椒 花椒 有没有 这个都还蛮辣的 所以这个是属热的 苦则不定 但多属含粮 为什么这样写呢 因为苦在中药里面有几味药 是温的 温热的 比如人参 甘为苦 但它是温的 这个比较特殊 还有丹龟也是有苦味 但是它是温的 还有无珠鱼苦涩 但它是热的 还有腹脂 腹脂也有一点苦苦的味道 那它也是热的 除此四味中药以外 所有的苦味 我再也找不出了 都是偏寒跟凉 了解吗 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了 比如说我们去吃到苦瓜 那苦瓜是什么 凉的 那年子心呢 我年子绿色的那个心 也是寒的 所以它轻火 还有你们喜欢喝的咖啡 有没有 咖啡什么味道 苦的 那就不用说了 它唯一好处就是 咖啡大部分都是热热的喝 所以它就没有那么寒 所以我把它偏移凉的 所以很多人说喝咖啡 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其实都是凉的问题啊 没有其他的 好 那苦还是像中药 像黄年 黄晴 黄薄 哇 这一系列苦药 全部都含凉 所以就不再多说了 好 那从味道 你几乎就可以变出这个东西 到底是什么药性 那这样方不方便 对各位太方便 不用再去背书了 好 那乙类分 水 油及海产属凉 我这里要声明的 水它没有油那么寒 寒凉 因为水它大部分 如果你是冰水那一定是寒 如果一般的水常温 那是它偏凉没有错 那如果你煮温开水 温热开水 那就接近平的了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水还比较接近中性 但喝多了无益 很多重病患者喝多水 他也是受不了 因为还是一个负担嘛 所以水在口渴的时候喝 不要听人家讲 要健康要多喝水 多喝水唯一的好处就是 多跑厕所 其他没有什么功效 而且增加负担啦 好 那油绝对是寒凉的 偏凉到寒之间 我认为油也 所以我自己本身我也尽量不吃油 就不要吃了 油绝对不是好东西 所以你们不要再分 哎呀 我都吃麻油耶 麻油不是温的吗 油就是凉的 你也不用分了 那你也不要再强调 我家用的是橄榄油 葡萄籽油耶 比沙拉油还好耶 还是凉的 那当然可能沙拉油会更寒一点 所以都是寒 所以也就简单的讲 油尽量少吃啦 为什么重病要少油少盐少调味 就是这里来 好 那海产 所有水中油的都是凉的 那你们可能会问我 台湾冬天最喜欢吃的 水中油的就是姜母鸭有没有 鸭是不是水中油的 但是为什么冬天那么补 江在补啊 不要误以为是鸭肉在补 鸭肉是凉的啦 这样了解了 所以水中油的 像海带海 海藻 这些都是凉的 那茶 茶分深茶跟熟茶 比如沥茶 深茶 它就偏移什么寒的 那熟茶像普洱茶之类的 它就是偏凉 茶绝对没有温的 完全没有温的 所以在中药里面 它也是这样说 中药它是写茶什么 清热醒神 你看清热就是凉的嘛 含凉嘛 所以平常有喝茶的习惯 茶其实还蛮贵的 就不如改喝姜汤吧 淡姜汤还可以延长寿命 真的有改善热人的作用 那水果就不要分了 所有的水果都是寒凉 榴莲喔 榴莲它什么味道 甜 甜什么 寒 所以还要讲嘛 所以人家说 有些重病吃榴莲也是不舒服的 也很多啊 还有什么 你们刚刚讲的熔岩 熔岩 熔岩荔枝 那个是什么味道啊 甜啊 还要说吗 如果不甜你们会去吃吗 那吃了就是凉一下啊 所以如果你体力好 我不是叫你全部不要吃 像我也吃啊 我常开玩笑 只要喜欢吃的水果我都说 那个是温的 他们都在笑我 我去加拿大就是 他们那个樱桃特别好吃啊 尤其黄色的 印象特别深刻 那时候我没有讲这一堂课 他们每一餐都给我吃樱桃 那时候盛产 在台湾可吃不到 所以那几天特别幸福 直到我讲完这一堂课 奇怪 怎么都没有樱桃了 最后他们上课完了 然后说带我出去 然后出去因为盛产嘛 到处都有樱桃 他们又想到 就买一包大家就说 诶 这个樱桃 夏天产的应该不会那么寒吧 有人就在谈 可能是凉的 有人说那么甜应该是寒的 所以他们就请我吃问我 我吃一吃我跟他们讲 啊这个樱桃是温的 所以他们笑我就是这样笑来了 所以他们当天就买一包给我吃 哇 很享受的 好 所以这些水果 几乎你找不出是一个有温热性 因为不是甜就是酸嘛 要不然你怎么会去买来吃 但甜酸刚好都是寒的 那你就没话讲 也许你可以说巴勒 巴勒也是淡的淡淡的味道 那淡也是凉啊 甘蔗甜啊 那还有什么好 所以你几乎找不到啊 所以说实在我会进食水果 煮过然后还会加辣椒姜 姜片这些胡椒粉 那你水果会不会把它煮一煮 加辣椒姜这一类 好像没有啊 没有这样煮过啊 所以就是不能吃了 那因为你煮过就可以把寒性去掉 然后又加一些辣的调味料 温热性的调味料 那药性就会改变 水果干什么晒干的 晒干或许会比较好 但是味道不是甜还是酸嘛 所以你们就是无论如何就是要吃就对了 有些重病的就是跟我这样讲 我就是要吃 他们就想方设法 我记得他们有时候还会发明什么 把那个柳丁拿去烤 真的就是这样 然后他们说烤了热热的吃比较好一点 有些鼻子过敏就不会流鼻水了 啊 凤梨汤还是酸酸的嘛 对吧 你怎么把它改变 除非你凤梨汤加辣椒 有啊 酸辣汤不是吗 又酸又辣嘛 对吧 那有人这样吃没有错啊 那问题酸辣汤是温的还是凉的 看你辣椒加多还是加少 对 所以反正你从这样味道去变 你很多你就自己知道了 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 所以水果没有一个是温的 所以重病患者 其实最好都不要水果 那你体力好的 像我这种不错的身材 就可以有资格吃了 大概是这样 好 那酒类呢 酒类寒啊 酒非常寒 那你们一定会问我 那水果酒跟烈酒哪一个比较寒 会不会这样 有这种疑惑 对 都是寒的 那哪一个比较寒 认为烈酒的举手我看一下 认为水果酒的举手我看一下 好 其实里面是看酒精 因为酒在寒是寒在酒精 你们不信把酒精插在身体看看 哇 非常寒凉啊 那进去也是它就开始发作了 就寒凉 所以有些喝完烈酒 就开始发抖了 也会啊 刚开始辣辣的 那个辣让你误以为是热 其实进去是极寒 所以为什么酒醉的人 都醉得根本头脑不清楚你知道 水沟啊大马路就这样躺着睡了 对不对 那怎么会做出这样荒唐 那你再吃水果再怎么寒凉 也不至于这样嘛 那代表酒的寒性怎么样 非常的高 所以酒绝对不是好东西 所以除了加拿大的冰酒 其他都极寒 喝酒真的是不好 其实我也一直想把冰酒戒掉 但是实在太好喝了 你们喝过吗 有喝过的几首我看一下 哇 你们命还真幸福耶 真的那个冰酒很好喝啊 好啦 这个就不说 反正酒绝对不要碰 那这样说来中医就有问题了 中医你看有不要酒有没有 那酒既然这么寒 你用温热性药食去泡 那泡到最后哪有什么补的作用 了解吗 所以药材最好就新鲜的 就煮来喝了 不要再泡酒 那个药酒不能喝的 好 我就这样跟你们讲 因为酒一定有酒精的 它其实泡酒酒精挥发了 它毕竟还是凉过啊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下面 由于含良性药食皆需仰赖身体的热能 去推动组织器官运作 才能被吸收转化后发挥起效用 对轻症体力上加者 适量服用固然无法 但对重病体力已弱者 却会使热能更加不足是不适宜的 故含良性药食是否可用 当是自身体力之强弱 及病情之轻重而定 若服食后感觉不适或体力变差 说明热能已经不足 食之有害应当减停 敢以增强饮食之温热药性 及加强运动来补救 综上所述 身患重病体力已弱者 必须少食甜酸酒冰品海鲜 生冷蔬果水果酵素人造维生素 即含良性碱性食物 如柠檬 葡萄 龙眼 猕猴桃 茶 醋 海藻等 并少依赖药物 避免接种疫苗 日常饮食 以少水 少油 少盐 少加工品 少转基因食物 多温热性药食 最后 需要强调的是 温热性药食 虽可改善热能不足 增强体力 间接疗愈本处体伤 所致之症状 但若无按推原始痛点 即便用温热性药食 也不一定能使他处体伤 所致之病症消除 此外 服温热性药食 若出现症状 或因原本就有体伤所致 或纯粹是温热性药食 过量过强造成体伤所致 不论何种情况 此时皆因按推相对应原始痛点 病症弱解则继续等量服用 若无按推配合或按推无效 则需减量减淡 此节说明 从因改善病症 内治法的保健 必须配合外治法的医疗才行 三 外治法 除温敷的作用 是改善体力属保健外 所有外治法 皆是为了解除症状 治疗疾病 故属医疗 并从治疗位置的不同 可分为从果解除症状 与从因解除病症两大类 从果解除症状 是直接处理患处 以及从症状或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形态 异物与组织受损等部位下手 但如此处理 不仅对身体破坏性大 还可能违反他处体伤所致病症 不能从患处下手的禁忌 非治病善法 从因解除病症 是处理他处体伤 其关键需避开患处找到压痛点 尤其是距离患处最近的各个压痛点 按推此压痛点 既安全又速效 是解症捷径 但因为从果或从因处理都会消耗热能 所以外治法的医疗 必须配合温敷、温热性药匙 及其他之保健措施 外治法与内治法一样 不论是属医疗还是保健 都不能说有治病功效 比如感冒 用暖贴或棉被温敷把病治好 能说他们可以驱风寒杀病毒吗? 如果能,把他们放在屋内 不就满屋温暖清新无毒了吗? 又如头疯痛 用木棒或手肘按推把病治好 能说他们可以驱风止痛吗? 如果能,家具多木质 且手肘在身 为何还得头疯痛? 再说按推拍打如果有效 那么眼睛痛若按推臀部 会不会如隔靴搔痒? 还是直接拍打眼睛 会不会打成熊猫眼? 故手术,针刺,按推,拍打,温敷等外治法 就如同钥匙等内治法一样 都只是一种圆 如果说圆有治病功效 那么也犯了气阴痰圆 而说圆治果的过失 总之 内治法与外治法都只是圆 不能说有治病功效 若要解决疾病症状 终需内球与身体的正常运作 即圆要通过身体热能作用 及组织器官运作的因 才能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提升代表人体体力的免疫力自愈力 以达到自我疗愈疾病症状的果 由此可知 因要影响果必须借助圆 同样圆要影响果也密不离音 单一圆无治病功效 好 这样一路念下来 你们觉得内治法或外治法 有没有治病功效 没有 真正治疗的是你身体 外治法比如说外热炎 姜汤 什么样 它只是一个怎么样 提供你怎么样 改善热能 那让组织器官正常运作 才能达到解决疾病症状 所以不能说姜有治病功效一样 那外治法也是 它只是一个刺激 真正能修复的是 整个组织器官运作还有热能 整个动起来 然后提升治疑力才修复好的 所以真正修复的是你身体 颜值是一部分 不能忽略了本身的体质 然后说这个有治病功效 但我们的医学已经都是这样说了 所以我们也只好习惯这样说 但如果你认真的探讨 这些讲法都有问题 这样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已经讲得很白 那西医就是说 他们的药就是有治病功效 那如果为什么人很西医的时候 吸收功能不好 为什么药越吃越严重呢 所以好与不好是要看身体啊 能否吸收啊 才能发挥了解吧 所以这个一定要知道 所以太强调就有一点会犯了怎么样 气阴谈言 也就是你的体质不说 然后一直强调言的功效 而说言人治果 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单一的言 绝对没有治病的功效 最后的结论 我这样讲听得懂的举手我看一下 我不要低估了你们的领悟能力 既然懂了我们再把最后的念完 4.总结 保健虽然可以改善热能不足 增强体力 间接疗愈本处体伤所致之症状 但它不能直接快速有效的影响组织器官运作 解决他处体伤所致之病症 所以不属医疗 但也不可因此忽视保健的重要性 因为体力虚弱与组织受损之所以能治愈 也是靠自身热能不足的改善 体力的增强而修复的 所以医疗若无适当保健措施的配合 对热能较弱体力较差的慢性病患 不仅疗效难以持续还可能危及生命 可见治疗疾病保健的配合是至关重要的 既然治病离不开保健的配合 因此为了保命增兽及巩固疗效彻底解决疾病 医疗应将保健纳入其中 反之虽然保健得当也可受因变果转之效 让疾病消弭于无形达到上弓治未病的目的 但为了直接快速有效的解决他处体伤所致之病症 保健也应将医疗纳入其中 故医学的实践必须医疗与保健病情内置与外置互补 不可割裂或偏废 唯有如此医学才能真欲完善 真正达到守卫健康延长寿命的目的 由于很多疾病是错误生活习惯造成 不可能单靠医疗就能解决 何况要防治疾病 体力是关键 因此当务之急是将正确的保健观念 融入日常生活中 教导民众养成良好的习惯 如不抽烟 不喝酒 不吸毒等 并积极落实温热性饮食 注重保暖 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及良好心态等保健方法 确实把体力锻炼好 如此才能预防疾病发生 有了好的体力 即使孕有疾病也不需担心 只要按推原始痛点 并用外内热源温脂 就能很快获得改善 这样简单易行的生活方式 才是远离疾病保障健康的最佳途径 也唯有如此 人人才能成为自己健康的主人